大家好 我是愛魚人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抽了卡其納不會養 一個影片為你帶來 卡其納的全方位培養攻略 卡其納超詳細輸出項攻略 配對具體最低一經地戀深淵示範 來說一下卡其納的機制 卡其納動物釋放魚人施戰技 讓你衝天轉轉在前台 不斷進行輸出 觸發進程勇者會見給前台帶來大幅提升 再解鎖四命之後 更是能提升全隊防禦 是一位具有一定傷害的後台輔助角色 等級方面推薦點到81級 防止攻略深淵傷害衰減 武器首選納塔斷造武器 紅的行機 這把武器非常起而卡其納機制 並且這次活動還有白松 其次大月卡武器 決鬥之槍也相當不錯 只要輔助隊友衝門 可以使用西分槍 實在沒有辦法 就用三星的白冰槍過渡集合 聖遺物首選進城勇者會捐 這套聖遺物非常起而卡其納的機制 想要傷害更高可以選擇的黃金巨團 四件套只可以吸沒有輔助能力 用來充當主席直接黑曜密點 四件套只可以吸四星角色上限不高 門星可以二賭多二戰狂 破渡即刻 主持要選衝傷暴 而且要雙暴帶充能帶防禦 天鋒加減推薦199 實在有錢給給元素戰技一個黃光 主七杯的推薦中里卡其納 武然弗妮娜 只要用來做輔助 基本上除了草性 哪個隊伍都能經 這又是必然沒有滿推薦 優先保證180的充能 其次在追70以上的暴擊率 防禦和暴傷越高越好 武器 決鬥槍紅的刑技 西風長槍有獨特優點 聖遺物 新套裝黑曜密點 另一套並不十分適合 劇團並不適合卡其納 滑管 滑管劇團2加2比劇團好得多 卡其納輸出軸所需要滿足的要求 一、輔助方面 由於卡其納維持純防禦力倍率的延系屬性角色 與武狼項性極佳 顧滿命武狼是卡其納配對的絕對二豪位 武狼提供大量防禦力 極少岩傷加成 微弱抗打斷 少量輸出以及中量爆傷 隊伍中除去防禦減防缺乏 減抗增傷城區 由於雙岩特性 會提供微量加傷減抗 若不攜帶中禮 能夠大量增傷的弗妮娜是絕佳選擇 半命三命西風 弗妮娜可以成為這個隊伍 獨立於中禮的充足資本 买套治療頭 西式海辣2加2美西式武郎 可以勉強撐起弗妮娜的氣氛值 若為0命弗妮娜 則更需額外奶料 這也會影響最後一位角色的人選 由於卡其納長翼重砸兩下 使用Q在重砸六下的輸出 滿級2469 0命2116.6 只大約持續6秒 隊伍中輔助所占用的時間 約為6S 那麼最好有一位 閻西C位 以卡其納補成雙C 先知納維亞 荒龍一斗中禮 輸出裝 沿旅行者 諾艾爾凝光中 諾艾爾是有著多優點 如輸出加快速疊氣氛值 但由於輸出軸過長 及鏟球過少被排除 荒龍一斗 單論單人輸出過長 就被排除 中禮可言旅行者 由於輸出軸過短也被排除 可以通過普攻一套補足 那麼我們只剩下 明光千知納維亞三位女角色 先知由於與沖天鑽準絕佳配合度 及其四合陸對 但其由於雖然是封單角色 卻無法血量變動 不是佩弗妮娜 考慮到7F加上4秒普攻 可以提供大量輸出及較長輸出流程 仍然是與卡奇納搭配的絕佳人選 落陸隊將弗妮娜替換為中五 於是我們只剩下一位 高倍率低增傷輸出軸 中等長度的四星主C 明光滿天赴滿命一輪輸出 高達4100倍率 除了輸出軸 倍率 或許難度本優點 其與卡奇納隊伍最大的向性 是可以攜帶四座金貨 這樣我們完整的隊伍就行 哦 由於卡奇納70恐怖能量需求 弗妮娜與武郎 鞋帶兩把西風是必須的 本視頻僅展示卡奇納鞋帶西風長槍的配對 若要鞋帶紅的刑技或決鬥槍 請必須擁有異命 並將充能隊到140以上 由於隊伍輸出軸較長 暫且不展示 注意 非安命卡奇納輸出軸 應改為K6A 等一會兒 這樣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